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 桃鱼市警察局8的分局 也分享青少年暑假期间 最常发生的状况 除了之外 也办理多场的预防犯罪宣导活动 警员也化身演员拍摄防毒宣导影片 不只是希望青年学子 可以度过一个健康有意义的暑假 更可以增加自己的手法观念 因为疫情的关系 暑假时间也稍稍往后延了一点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 暑假也过了一半 巴德警分局也特别拍摄了防毒宣传影片 由破历史大人化身为演员 要透过影片让青年学子知道 拒绝毒品保护知己的重要性 为让青少年可以了解正确的法规观念 保护知身安全 巴德分局也特别分享了假期期间 青少年最常发生的事件 像是打工陷阱 当车手 还有帮人运送不明包裹等等 都是可能会让肢解触犯法律的 我们队上在这次暑假期间有查获 就是有少年小朋友就是暑假 就是透过朋友介绍打工机会 然后去 但是他不知道那个 其实是从事一个车手的工作 朋友只跟他说我们去ATM机台帮忙领个钱 然后再转交给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从中就可以抽到报酬 那只是说他这个代价的 他每次我们查到他当下的时候 身上的账款大概五六十万 可是他做一天厕所期间 他其实得到理论只有一千多块 可是这一千多块没有办法 就是他事后面对的那个明星室的责任这么的庞大 那只是说他竟然是悟信的朋友这个机会 然后去从事那个厕所的工作 所以就是希望说如果小朋友在未来 如果暑假的机会找工作 或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 也可以多注意这个方面 不要因为英小师大为了赚那一千块 然后面对这么庞大的明星室责任 但如果说暑假期间有比较 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 去要叫你去转交包裹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就是不知情的 那你可以把它跟你的对话记录保存下来 然后是后去证明说 你确实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尽量还是请这个朋友 他亲自去做转交的这个动作 你不要去过一手 因为他会要求你去帮忙送这个东西 而自己明明就有空不去送 代表说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除了打工陷阱外 暑假期间 巴的分局交通分队也积极路边 拦查违规车辆 改装超速 五兆驾驶等等 警员除了开发外也荣幸归劝 希望这些青少年能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在路上遇到违规的部分 青少年很常都会遇到是 五兆驾驶的部分 那有时候我们拦他 他可能会因为紧张 或者是对于脚轰法规 或者是交通安全一些认知 比较缺乏 那或者是说他一时紧张 他可能就是会又加速逃一步 就是我们拦他的时候 他不会立即的停下来 那他在加速的动作之下 都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或他自身本身的生命 跟财产的安全 就是一些危险这样子 车如果像改造的话 会有一些对于社会安宁 或者是一些社区 可能会有一些吵杂 然后会吵到一些民众的 一些睡觉的一些时间 然后无法入睡这样 那如果说这些改造的部分 是希望就是说自己的那个父母亲 可以就是先劝导一下自己的小孩 虽然自己有买车 但也不要是因为急于买车 而去炫耀跟朋友炫耀去说 我买车之后把改成这样子 然后改成噪音多大 然后如果超过分贝的话 就是违规这部分 希望他们可以去顾虑到这个地方 寒暑假期间 青少年所产生的问题 往往也比平常还要多 不止打工陷阱 交通违规 夜归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 爸的分局也提醒家长 多多关心家中的侄女 好好沟通才能远离夜归的危险 如果说青少年晚归的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说父母亲 就自己的家长 能够就是多了解一下小孩的状况 还有交友的状况 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说 如果真的晚归了 然后有遇到在可能公园 或者在一些公共场所 遇到可能罪悍 或者是说不良分子来骚扰的话 希望就是说 不要去跟他们相碰 或者有冲突 就尽可能赶快离开 赶快回家 然后赶快跟家长去报平安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是希望可以搭我们的110 然后让我们通知到场 然后能帮助你们这样 暑假过了一半 爸的分局也举办多场 暑期夏令营活动 以及犯罪宣导活动 用行动来教导青年学子 拒绝不对的人事物 以及接受良好的活动以及知识 才能替自己的青春生活 带来美丽的记录 桃云有线新闻 董玉飞 巴德采访报导